各位Android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高范棠高老师 那我就继续来帮你介绍这一个 好,我就继续来帮你介绍这个Android Observer的这个设计模式 就是这一个,OK 那在上个小节,我有说明了 我比较重视的,并不是这个Observer本身的这个 他的这种观察者的这种概念 那这是一个他的应用 但是我比较重视的是他的结构 他的结构 那这个结构的特征呢 就是他非常有效的提升这个互换性 然后降低的这个相依性 就是叫Dependency,或者是依赖性 那相依性越低,他的抽换性就越高 那么在生产上面就越方便 在维修,在运营,运作上面 都是可以创造的整体系统的稳定性 以及他的质量 也决定了产品的制程跟上市的时间 可以缩短上市的时间 因此呢 我们就在做这个大的系统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去很细腻的 精致的去设计这个零组件 之间的相依性 让这个质量跟效率都能够提升 来做一个整体系统的一个好的管理 然后呢 再依照这个相关的需求 让他做一个 适当的这个提供 这个组件 来创造出公息双方一个共赢的最高效益 因为这一些零组件 都具有高度的搓换性 它的相依性非常的低 透过接口就可以做分合自如 可以让他有坏掉了很快就可以维修 因为搓换性很高的 如果相依性能够被设计者回答 被设计出来 而且能够巧妙又适当 那么他会呈现出一个美好的物局 那零件之间的合作 就如同我们所说的 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 就是你可以把三个这个组件 把它结合的非常漂亮 由于零件之间能够非常弹性的合作 就是能够弹性的分合自如 所以就能够让整体呢 起得和谐 所以这最重要的就是 创造整体的和谐 比如说你一个教室或者是一个会议室 那么有一盏天花板上面有一盏灯坏的 那这个坏的呢 它就让整个会议室呢 显得整体上有缺陷 它就不和谐 这个时候如果灯管 这个天花板上面那一座灯 它是一般的日光灯 所以因为它的接口是标准的 所以你就可以赶快跑去跑去跑去到 另外一个会议室 把一个灯管 好的灯管把它拔下来 然后再拿到 现在大家正在开会的这个会议室 把它装上去 因为它很容易抽换 所以就把它换新咯 因此呢 我们现在正在开会的会议室 就恢复正常 恢复光明 恢复和谐 OK 那如果这个相依性设计的不好 那就大家就不能合作咯 那么三个和尚 会变成美水河咯 OK 因为三个和尚 不能互相沟通合作 所以整个寺庙 就湿气的整体和谐 结果呢 大家都没有水可以喝咯 所以重视 这一个 零件的相依性管理 追求创新的速度 然后坚固 稳定 成长 以及它的质量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哈佛的气管学院出了一个 杂志 在这个哈佛Vitemis Review 这个杂志里头呢 有两位专家 就去研究 这一个 零组件的相依性 这个 跟这个产品成功的 这个要素 到底什么关系 所以他就谈到了 那在这个创新 Innovation的这个过程 那它是 这一个充满的不确定性 就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 充满的不确定性 那在这个组件之间的相依性 就非常巨大的影响到 这一个创新过程的步调 速度 步调 以及它的 複杂度 OK 所以在创新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的相依性 能够做得好 能够下降 我们的错换性 能够高 我们的接口 能够标准化 那么 我们就可以大幅度的 降低这个不确定性 可以让我们的创新 能够复杂度下降 我们的速度可以增高 所以他就拿这个 曾经风动一时的 Sony 日本的Sony这家公司 它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产品 叫做随身厅 这个产品呢 它可以很快速的推出来 而且 而且呢 获得市场上 非常好的反应 所以他就发现了 在这个 模块化的设计里 改变单一的零件 改变一个零件 它不会 不会影响到 整个系统的 在整体系统中的 其他的 这一个 小系统 也就是 非常简单的一句话 当你改变了一个零件的时候 它不会产生 千亿法动全身的这个 不好的这一个 互作用 连以效应 OK 就是 它不会因为 更动了一个 组件 而影响到整个系统的 稳定性 也就是 不会产生 这一个 千亿法动全身的 这一个 不好的 这一个 互作用 也就是 所谓 这一个 这一个 连以效应 OK 池塘里头的那个 连以 OK 那 Sony公司 采取高度的标准化 以及它的 抽换性 因而 迅速的 设计出 非常受欢迎的 这个随身厅 这个产品 那 这两位专家 也挤了一个 反面的 一个例子 啊 反面的例子 我们来 欣赏一下 OK 那 这反面的例子 就是 这个叫做 噗墨式的 打印机 噗墨的 打印机 自从1987年 就一百多年前 一百多年前 啊 这一个人提出来 这一个概念之后 投入了大量的金钱 啊 投入大量金钱 而且 经历的一百多年 才变成商业化 才开始商业化 那为什么历经一百多年呢 它说明了 主要的原因 就是 零件之间的 相依性太高 包括化学物质 墨水的化学物质呢 那以及零件的安排 还有电阻体的组合 所以 彼此之间 彼此之间 都非常密切的相依 因此呢 会千亿法动全身 所以呢 这个 就 影响到 整个 这个 产品 创新 的这个速度 以及 上市的时间 所以 最后 它归纳说 啊 适当的相依性 为什么叫做适当 OK 为什么叫适当的相依性 因为 你如果都不相依 那表示它两个是不同 不相关啦 对不对 所以呢 要 有相依性 它才能够成为 一个 共同的 一个系统 才有组合的关系 对不对 但是 就是 相依性又不要太高 所以在说 有一点年 又不太年 OK 那这个叫做速度的相依性 所以能够生产出最有用的新产品 所以精致而巧妙的 来处理跟管理设计相依性 就能够达到 Sony这个随身听的产品一样 更换一个组件的时候 几乎不会对其他的零件或整个系统产生影响 因此呢 就促进了 这个系统整体的和谐 以及它 这个 持久的 这一个 新存代谢 永恒的新存代谢 系统的 持久的 一个和谐 OK 好 那 基于这样的 一个价值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看 这一个 Observer 这个模式 它的 美在哪里 它的美 就从它的结构上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可以创造 高度的 互换性 也是可以 创造 一个美好的 相依性 能够让我们的系统 能够获得 这个 灵活的 顺畅的 流畅的 新存代谢 因此呢 创造了系统的 持久和谐 以及 蓬勃发展 OK 那这一个 随着应用框架的普及 其背后的 IOC 的概念跟机制 就流行起来了 所以Android这种 框架 就含有很多很多的 IOC的 这个机制 因此呢 大幅的 降低系统之间的 相依性 为什么呢 我们待会就来看咯 因此大幅的 提升的系统整合的 弹性和自由度 就是 透过 这个Observer 这样的一个造型 那么 背后 就是IOC的机制 也就是Hook函数 搭配了 这个Observer 这种模式 之后呢 可以展现出 高度的弹性 跟自由度 因此呢 让这个Android的框架 就显现出来 它的整体和谐 以及 它的 这个 清存代谢咯 所以在Android的框架 它的 每来自何方呢 就是 来自于 你能够看得出来 这些 模式 带来的 这个 抽换性 互换性等等 这样你才可以 看得出来 Android的魅力 在哪里了 OK 那 把它 从这个 行的 角度来看 你可以看得出来 一种就是 继承关系 加卡损函数 一种就是 委托关系 加卡损函数 有没有 基本上 只剩下这两个 形式而已 那这也是 我的EIT里头的 两个最基本的造型 的一种 它是一个造型 两个 变形 可以这样讲 OK 那我们就来 马上就要来看 这个Android的 一个框架 那么 它处处都可以看到 这个 復刻方形的结构 那 除了復刻 函数之外 我们还要看看 它是采用的是 继承配卡损函数 还是 这一个 啊 委托 配卡损函数 它有两个 就是我们 说明了 卡损函数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 啊 关键 但是 还要加上 它的这一个 啊 继承后委托的 这个机制 我们就能够 更 体会 更欣赏到 这一个 Android 框架 之美了 好 这边我只是 再给你提醒一下 如果你 现在 啊 你在听我的 视频 但是 你手上 没有 这个视频的 教材 那么 你可以 到我的 博客 来 下载 那么 也可以送 Email给我 也可以 啊 到这个 新浪微博 啊 这个 啊 高换堂 就可以 送私信 给我 那我就会 传给你 OK 好的 那 这个 我们 就 也在这里 先暂停一下 好 待会 我们继续 OK 谢谢 对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